今天的GQV教學要來製作Penros三角形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面紅色的好像在上面 但是接下來裡面這一塊又在裡面 但是這個藍色怎麼又長在前面 這個東西側面 就會你從三圍的視角來看就覺得 這個東西不可能成立 的確它事實上並不是一個連在一起的情況 我們點下這個旋轉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它是分開的 所以它其實原本是一個三個互相垂直的柱子 只是在某個角度的時候 它會疊在一起 我們可以點這個初始化 讓它調回來 我們可以自己一下轉換這個視角 這裡這個程式它有幾個參數 有這個ABC可以調一下這個長度 其實我這邊在做的時候 其實這個長度其實是876 因為這一段其實在真正的視角裡面 它是比較遠 所以這個讓它長一點點 它這樣子會有點縮短的效果 那這個是最近的 那最近的部分就讓它比較短 那這個參數呢 還可以調整一下這個胖獸除細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這不同胖獸對這個圖形的這些影響 現在這個數字大概是用1 這個效果可能會最好 那麼回來 好 那要製作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開一個這個3D的匯圖區 我們先進入 就去把計算器 可以選擇這個3D匯圖 但今天我們選擇這個經典版的來製作 好 那在經典版裡面呢 我們要把這個3D匯圖區抓出來 然後其他的關掉 所以這邊關掉 這邊關掉 留下這個3D匯圖區 好 那這裡可以再把它拉過來 這個可以藏起來 好 所以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這個3D匯圖區 那我們現在這裡有這個3個參數 先把它輸入 A等於這個8 B等於7 C等於6 好 那D等於1 你也可以調一下這個範圍好了 我們把這個至少從0開始 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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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也是從0到2 好 好 那有了這幾個呢 我們再把這個視角再稍微調一下 就是這邊你可以去轉 你可以去轉一下這個 好 然後轉動 那這裡呢 還可以切換平底四組 那這時候就是可以左右平底的部分 我們今天想要畫的應該是 就畫在這個 第一掛線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它再移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坐標準 它其實在這邊 那我們把這4個ABCD 等一下在命名上呢 我順著這個ABCD 我這點的名字 會比較有一些規律 那我們第一步呢 要建設的是這個藍色的面 在這小階段呢 我們就先畫出這個底面 底面的話呢 它這裡就是利用了這4個點 加上這個底面 好 那在點的命名呢 我的規則是遵循這樣子 就是 這個端點的叫A 這是B 這是C 這是D 所以這是第一個字母呢 就是來控制它的位置 那第二個字母就是控制裡面跟外面 所以外層的叫O 那裡面的底層的叫I 那D跟U呢 就是下面跟上面 所以我們先來建立一下第一個點 那我們先來畫一下第一個點 先畫第一個點 AOD 好 AOD的話呢 它是在這個Y軸上面的 然後這個長度呢 就是這個A 那是在下面 所以AOD就是 0A0 那接著呢 再來畫一下旁邊這個點 旁邊這個點的話 是那個AID 它是里程的 AID 那這裡的話 坐標是 這個 X就有點往前一點點 往前的寬度是這個小D 那接下來是A 那接下來是0 好 所以這AID 那接著它上面的話呢 這個點就是 A O U U就表示上面 那這個呢 高度的話呢 就是0A D 對好 那AIU長在AID的上面 所以就是 D A D 好 所以這樣子這個四個點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把這四個點呢 連成一個面 我們就叫做 FA B 好 FA的意思是 以A這個端點連出來的 B的話呢 表示它是面向後面 這是我命名的規則 叫做Polyta 好 那這時候是 AOD AID AIU 跟 AOU 好 這四個呢 這樣就完成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點呢 我們現在這裡再 好 那我們在這邊再調整一下 照著這個 對象類型吧 把它分類 那線段的部分呢 我們其實都把它藏起來 好 我們其實要的是這個平面 要的是平面 那對這平面呢 我們可以按這個設置 然後把這個顏色呢 把它填滿 用這個藍色的部分 那這四個點 呃 待會要藏起來 不過因為等一下我們要連線 我們先把它名字先留住 好 所以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到這邊 裡面呢可以把它藏起來 這樣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接下來就再把其他幾個面 預序的把它完成 就是座標的位置看清楚 就可以連出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